想吃土耳其冰 都遇到這種想吃又吃不到的窘境 但是其實您知道嗎 要吃土耳其冰 其實還有其他的辦法 除了使用甜筒來盛裝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坐下來 優雅的使用刀叉來享用 扎實的土耳其冰淇淋 切起來的手感就像是塊厚實牛排 就連口感嚐起來 也不像一般冰品強調入口即化 反而可以細細品嘗 好吃的秘訣可不能少了這個步驟 師傅拿著長棍不斷拌炒 藉由炒冰這個步驟增加延展性 拉長將近一公尺都不會斷 掛起來的超大size冰淇淋 就像沙威馬一樣 能用刀子一塊一塊切下來 它很濃郁 然後不會太甜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很綿密 除了口感取勝 就連造型也得引人注目 才能成為熱門打卡冰品 這個冰品它就直接用西瓜 來盛裝的 份量滿滿一份大約就要6到7台金 半顆小玉西瓜西瓜肉球 就像蝶羅漢一樣堆了三層 旁邊還有火龍果裝飾 再加上一個冰淇淋片桶 光用看的就好消暑 吃法也很不一樣 灑上一點玫瑰鹽 反而更能提出甜味 或者淋上烈乳增加濃郁奶香 推出這款視覺系冰品後 連帶讓業績也跟著成長三成 平常吃冰就只是吃冰 可是它是基本上80%都是水果 或者剉冰也有新吃法 把碎冰做成小火山的樣子 裡頭放滿濃郁泥 再淋上香甜黑糖吃到一半 流出來的玉泥就像火山熔岩一樣 炎炎夏日吃冰 口感造型一個都不能少 才能抓住消費者的眼球和他們荷包 接著稱讚文獻唯一台北報導